台湾共同团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现在赶快要进行电话连线 我们在节目当中 持续带您来关注 高雄这次气暴灾区 经过水深火热的日子之后 大家日子好不好过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现在为大家来连线的是 签证区逐内里的 里长赵永耀先生的 我们在连线是里长太太 里长刚才反约好 但是临时出门去 里长太太在线上 这个里长太太赵太太您好 你好你好 要赶快给您请教 那今天天气都放晴了 是不是开始有很多的 复原动作可以做 对现在大部分都是抽水 昨天都抽水了 国军来帮忙的 是国军来帮忙抽的 感谢国军 这次都是国军不免不休的 靠里长是不可能的 所以国军也给里长 你们这边不少的帮助 对对对 是你们自己请国军来还是谁帮你们把阿兵哥叫来的 那个区长 区长 是是 好那这个水抽完了吗 水 大部分都抽完了 那个 剩下地下室有的一点点都 那个里民自己 有的自己在用 现在剩下一点点而已 是好那这是个好消息啦 对 但是怎么样那个淹过水之后卫生状况那个登革日会担心 那个卫生局 他会来投药 是 他已经跟我们联络了 但是还没来 还没还没因为现在要水要干了以后才能 要完全干再投药才有用 好的 那那个接下来相信你们要做清理家园的动作了 那个水电都没问题吗 对水电没问题 有水也有水有电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还是听到有些地方是没有 是不是有管线末端还是怎么样 里长太太有听说吗 应该大部分现在电都有了 水都有了 只有那间那个震荡大楼 他因为那个老旧 他那个化分子跟那个 连在一起先把他那个要清干净 然后才能再放水进去 这样子 所以有可能有几个大楼会 还有点点小问题 只有那间大楼而已 只有那间大楼 是好那大家的生活呢 一直每天都有灾民在说 补助金没有下来 大家生活有问题 补助金有那个区长 那个他们都有化放 可是有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确实 是五千块的还是两万六的 对 他要看情形 他那个海旋路比较严重的 他就会花比较多 如果严重比较少的 他先花卫问金一下 是 那卫问金是五千块吗 还是 好像是六千吧 六千块 对那 那这样的补助金暂时发下来 大家日子可以过吗 有人说不能开店 跟我没办法赚钱 那个是要再申请他营业 那个现在就是看 那个市政府怎么跟他们讲 那个部分也还没拍板就是了 对 那现在晚上 如果说铁门还没修好的店家 有人去帮忙雇 有他现在那个台积电有第一线 他有帮忙先把那个铁门的 台积电比较积极 他有把铁门那个 因为最近都是下雨天嘛 对 下得很大 我们高雄下得很大 是的 好我们谢谢赵太太 这是前证区逐内里的 赵永耀里长的里长太太 来接受我们电话上线的一个访问 来让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现场的最新的情形 我们谢谢赵里长太太 谢谢您 可以听到第一个非常感谢的是国君弟兄 事发到现在没有离开他们 好再来感谢的是民间的台积电 台积电这回也告诉大家 他不拼捐多少钱 他拼的是什么 现场你需要什么 我就把这样的人力物力专业人士带进来 马上帮你修帮你做 这是现在的事看到是在前证区 逐内里的赵永耀里长太太 告诉我们的现场的情形 好那现场情形潮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责任要厘清 责任厘不清的话 这个问题要继续怎么样下去 特别是在这个石化大臣 石化重镇 没有石化的概念 没有石化跟他 跟石化来共存共融的这样子的思维 在这里出事之后 责任都是往外推的情况之下 现在责任都离不四很清楚了 所以怎样这个邱玉老师 那我们说到 高雄市政府之前有说谎的潜力 那么我们其实不断的要来知道说 这个事情从8点46分发生 那个时间timing都没有问题 一直到 但到四次爆发之后的时间点 一下说呢 这样昨天 陈欧波就说 这个陈菊市长是 当天凌晨的21分 0点21分就来 前一个版本说是 0点28分才来 但当天第一线记者采访 他是2点钟才来 这个时间都可以变 为什么 因为陈菊确实有说谎的经验 四年前樊纳比水灾的时候 当时陈菊就要他的基要秘书 曾文森 然后编造了一个假的行程表 来骗所有的高雄市民 跟台湾的民众 而这个假的行程表 后来被揭穿了 所以包含了 做这个假行程表的 曾文森 赖瑞隆 后来都被 高雄地检署起诉 后来都被判刑 尤其曾文森 还被以 公务员登载不实 伪造文书 被判刑定验 可是曾文森经过了这件事 公务员登载不实 伪造文书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行为 曾文森现在是担任高雄市金发局的局长 升官了 升官了 而且升了很大的官 这个余文的表演比较好 所以经过了四年 经过了四年 那一样啊 陈菊很多疑问啊 刚才第一个疑问啊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秉息的 什么时候知道 说清楚 第二个 你陈菊什么时候到现场的 说实话很多版本都不拢啊 你陈菊在九点的时候 还在骑金 跟你民政局长 带着装脚 还在 还在吃饭吗 还很高兴的在吃饭吗 8点46人报案了 照讲 一而关心市民的市长 你应该赶快到现场啊 赶快到应变中心了解啊 有吗 没有啊 你还在那边快乐的吃饭 几点钟到官邸 几点到现场 也没有说清楚啊 民政局也没有交代啊 第三个 社会有那么多的捐款 涌入高雄市 社会局 社会局 什么时候 做好给灾民 发放的清测 什么时候做的 我所了解 昨天才做 昨天才做 所以所谓的两万六 一直到昨天跟今天上午 才陆续的再发 刚发出去 那至于刚才讲的六千块 是事件发生以后 我每一户灾民 我给他六千块 早就给了 对 那你至于说 该给的两万六 该给的两万六 什么时候给 灾民的清测 什么时候做 相关的 相关的单位要说明啊 公务局要说明 环保局要说明 民政局要说明 社会局要说明 你陈局自己要说明 是好 讲那个重建的钱 那个比钱是非常非常之大 我们现在帮大家算了一下 这个高雄市至少有72亿的经费 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再重建 但是其实刚刚老师讲清测 刚刚老师没讲 我们也不知道清测做好 因为在今天节目 on air之前是还没做的 请教明贤 这个72亿 有中央的 有高雄 各地捐款来的 更是有高达30亿 又4600万元 这些钱就告诉你 什么生活辅助与照顾 灾区救助与振兴 以及什么城市安全跟防灾 这种是很 这个很粗糙的一个 RUF的项目吧 钱就这样用 对啊 所以他必须要编出 所有的救灾的计划 明细表先编出来 才能发放 过去其实刚开始气暴发生 过去几天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回想一下 高雄市政府 第一时间不是在救灾 他第一时间是跟中央在讨钱 他要这些钱是要干嘛 所以中央政府 那时候有担心说 你现在不去救灾 要这些钱 是不是要去选举绑装 所以那时候有担心 所以才那时候 才会有提出一个 要不设特别 那个特别预算 然后不设专户 这一些才会引发正义 那其实就 就到底高雄 市政府他最好的做好 就是城市美学 他其实做最好的 并不是说危机能力 而是在于他的公关能力 其实像我个人来讲 我过去去高雄市政府采访 那我们下乡选举的时候 都有去采访 那陈菊 其实我跟他没有失交 结果他前一天 那时候办公室主任洪志坤 我们下去两天 他第一天先找洪志坤出来 先请我们请了一摊 隔天陈菊自己又亲自 带领他的副市长 再出来请一摊 所以你看他在对媒体的公关 这一块真的做得非常好 可是公关能力 并不代表他的执政能力 遇到危机就出包了 你看这次浴水 淹水每次都淹水 那气爆就出人命 所以这种公关能力 只有公关能力 在做表面包装的话 都是把人民 把市政的人民 当然草菅人命 真的都拿来赌 所以这个真的是 人民最大的伤害 你看高雄市政府 一年的预算1300亿 结果他特地雷达也不买 那你看他 那个 贏息的这一些 侦测的仪器也都没有 这些像老师讲的 才几十万而已 你几十万这些钱都不愿意花 就像高雄市政府的地下接管率 才51%而已 这些其实花钱就可以做了 可是这地下的东西 通通没有选票 所以高雄市政府做的都地表的 有选票的才去做 真的这真人民最大的悲哀 所以说当然今年底又要选举 那选举说很多事情现在说 没有跟政治染上边 真的是很难 但是重点是 所有有投票权的观众朋友 要怎么样投出有用的人 所以刚刚是 所以志显 市民都不太骂花妈的 怎么可以骂呢 怎么可以骂呢 是 他这么会做人 其实政治是众人之事 可是呢 花妈把它变成 政治是众人 没有事啦 政治是众人 所以我就跟你爱搬碗 搬感情 然后你需要什么 格格需要什么 哎呀我就给你什么 然后期末是很好 所以地方上面的很多各个方面 对媒体 对政治上的搬碗 然后收买 这是他最厉害 那事情很难做 做事情通常都很痛苦 因为你会有既得利益 你要做地下管线 很痛苦啊 你要去管 这些实话管线很痛苦啊 你要去检查 那检查你要专地 然后怎么样 你可能又得罪财团啊 这些都让人痛苦啊 这些事情 别去插了 其实一个人 脸色灰白 你为什么带他去看医生呢 你帮他擦个口红 打个粉底 然后抹个腮红 然后打个苹果光 皆大欢喜嘛 等到有一天 他癌症末期啦 那不干我的事了 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 政治是众人之事 很多时候政治上面的得失跟利弊 很多时候是要好几年之后才会发生的 这一次气爆 我们才看到说 二十几年前 天啊 高雄市的副市长吴鸿蒙 你当年当科长的时候 你发包的地下水 香含是把管线包在里面 这个吴老师 听得大家你都会掉眼泪 他们在搞这个 他们搞水利局的人 他们会不知道说 管线是不能够用香含包起来的吗 这是现在路人皆知 他们是靠这个吃饭 他们不会不知道 那他们这样做 背后当然有利益勾结的问题 好 那政治是众人之事 又是很长久之后 才会显示出他的利益得失的时候 我眼前我要做的是什么 四年一任 我就给他当选就好了 我说谎没有关系 四年前 陈局一直形成明明白白的说谎 就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一个政治人物就这样下台了 而且你可能永生 你不要再搞政治 因为民主政治最后的底线 不是法律也不是选举 最后的底线是从政的人 彼此的最后的 最后的那一抹抹良知 因为你有太多事情 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真正去检测你 好 如果你说谎也没有事 选举你高票继续当选 然后我用钱收满我都可以完事 然后我城市的美容工程 美化工程 然后公关工程 我做的一级棒 对不起 我现在手上有这么多钱 你认为不会玩得更好吗 中央立刻赶快给了16亿 市府手上还有准备金 还有16亿现金 然后其实他们现在做重建 很多可以用开口的合约 根本不用给钱的 然后融化假扣押还有19亿 好 这个还是公务预算 公务预算的报 在腐烂还有个谱 这边还有一块很好的 30亿的捐款 过去的捐款其实是 我们是希望说 全台湾的人的爱心是 走到公益团体 而不要有任何政治色彩 可是日前 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 已经只是跟陈菊 已经共同开会 要来指示这30亿的捐款 要如何使用 这是货真价实的事情 这官党主席什么事 官民进党什么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他的手会伸到哪里 可是他根本不应该 就这件事情发言 更何况还开会 然后来研讨组织 要找公民团体 那当然是他们信任的团体 这样子整个的政治 就是把国民的灾难 把人民的痛苦 变成是政治的利得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是好 所以难怪台积电最聪明 自己下去看要做什么 自己找钱找人 找东西来做 这个钱才用到刀口上 我们待会儿回来 就请吴老师继续 帮大家分析 现在这个实话的问题 已经摆在那里了 刚刚市政府 已经拿出什么样的诚意 来面对它 潮车又车祸 两天三天发生过两次车祸 你受得了吗 我们在台北厅都受不了 高雄人你受得了吗 待会儿回来